我们这一辈人 这个认识 这真的是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认识 这以前就跟着走的呗 这个是坏人 这个是坏人 但是呢 后来怎么讲呢 有一个哲学家 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你 感受到的东西 你才能够去理解它 那么你理解了以后 你才能够更深的去感觉它 所以说我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这形势比人强 你那些忽悠别的人 搞假动作的人 是吧 污蔑别的人 你可以搞你几十年 或者多长时间你可以弄闭 但是这个形势慢慢的发展 以后让大家都明白了 你只要是有良心的 你是有真理的 你就知道假的 假的是真不了的是吧 所以他们这个 这些搞这些东西 原来说这个 阳心是如何如何如何 反正我们现在 现在我自己的感觉 我这个理解 文革是个好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 可能它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可能和人 和这个社会发展的 这个当时的环境 很有关系 因为那么多人都反对 是吧 但是现在发现 这个东西确实 它有它的 它是正确的 现在这个时候 也有可能 再过往后 再往往后走一段水 也可能这个东西 会真的会出现 是吧 文革这个 这种运动 可能以别的形式 再出现 肯定会 所以说 我们没别的办法 我们就有时候 去毛主义健康堂 表达一下 我们的年轻人的 这种想法 也不算年轻人 中年人 然后去 就是四五的时候 或者清明的时候 他就去 赶紧能不上去 献献花 但是我真的是发现 我们去献花的时候 好多人都已经去了 然后那个地方的 这个花 比别的地方 就是多点 就这么简单 还有一个 还有感受 就是什么呢 网上有时候 有时候和别人说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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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是有一个感觉 就是什么呢 就叫君子坦荡荡 小人藏七七 但是往往 往往有时候 君子老是被小人搞 搞翻 所以说我们现在 就是如果 出现那种情况 我们自己要想到 怎样避免 君子让小人搞翻 让君子要取得胜利 我们老百姓才有活路 是吧 你说从将近那个时候 他们无限 我们信了 但是后来慢慢发现 这不对 然后现在出现三下五 说老实话 我就被三下五 这个一棒打大行 我说啊 这种美好的东西 都让他们给否了 然后后来这个 这个审判的时候 那后面那些 漏洞百出 然后后来直接就是 你没罪 我要说你有罪 这不是流氓吗 小人 是吧 这就是小人 所以我觉得 这种小人 最要必 逆史肯定会把他搞掉 不用我们去搞 他就会搞掉 反正我就是这么认为 今天这个 呃 纪念会 纪念会 我这个很感慨 就是几个月前吧 在元旦以前 那个老张啊 找过我一次 就是老张找过一次 说个商量 想开这个纪念会 我说你这个纪念会 这个题目太敏感 我说太敏感 我说我们纪念毛主席 一八二周年 还不让搞呢 是吧 这个 这个民政言顺的 这个民政言顺的 国民政大的 这个这个 这个全国人民都没有意义的事 都搞不动都不让搞呢 我说你这个 要搞也要搞也可以 但是千万不能够大战旗鼓 大战旗鼓这个一搞啊 肯定把你给扼杀在摇篮里 所以前两天我给他发一个 打信 我说你要搞啊 不要讲纪念 就用研导会 研导会 他说我们搞学术研导会 但是今天也不少人 你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对不对 第一 比我们三四十人 内容达到了 请示范 三四十人 对吧 又是这个活动的内容 全国各地都有人来 目的就基本达到了 基本达到了 这是一个 这是我说的 第二个呢 我这个人呢 跟很多老同志 这个那就没法比了 我这个文化大革命 我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我不是造反派 我也 我也没有受过冲击 说 那个时候 文化革命那时候 周总理说的老干部怎么着 很不理解 很不得力 还有一个很不什么 三个很不嘛 说他们领导文化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 这个对群众运动也很不理 很不理解 很不得力 还有一个很不什么 那我是一个群众 我对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 其实很不理解 开始 所以嘛 因为不理解 所以就谈不上造反 但是 我对那个学校工作组 把那么多造反的学生 打正反革命 我也是很不理解的 所以他们 后来这个 批判自然与反正路线 我是很支持的 我是很支持的 这个学生提提意见 造造反 又是毛主席号召的 那个 你工作组就把人家打正反革命 就要批 就要斗 年轻的学生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都是热血方刚的 着急蓬勃的 这个我是很不理解 所以对批这个刘尔奇的 自然与反正路线 我是赞成的 我是赞成的 但是 但是呢 对于造反卖呢 比方我是清华大学 对贺达夫 开始 我是欣赏他的 但是贺达夫掌了权以后呢 他又搞派系 我又反对了 对吧 我今天祭奠这个 贺达夫掌 对 贺达夫掌 我相信毛主席 我说不可能 毛主席一辈子 跟这个人 跟一个坏人 在一块生活几十年了 不可能啊 对吧 你说 你说毛主席 来这 毛主席你要看林彪 最后没看转 从景阳山那时候 那还有区别的 这一天到晚在家里 这个一个床上睡觉 一个锅里吃饭 一块儿这个 这个说话 谈天说地 怎么几十年 一个坏人 那不可能 我 我 我说不可能 那说说这个 说这个江青是叛徒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对吧 我说毛主席 气婚不能当组织 不去审查 对吧 那这审查 审查不过来 也都审查 后来这个 后来我就看到一个资料 一个 报纸上登的 这是报纸上登的 其实说江青历史有问题的时候 在五十年代就有了 就有人给端写信 反映这个江青的历史问题 江青也收到了 江青把这东西都交给毛主席了 就是这个 其实毛主席 都在五十年代就知道 人不审查 对吧 人不审查 所以 现在那个毛主席 大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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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 基本上都拽了 对 我也不相信 至于说 这个江青是起手 那其实文化人民开始 那个形式 毛主席不便 出来什么事 都出来自己说话 江青能出来 就是代表毛主席 我认为 对吧 至于后来 您说一个人 他也是很复杂的 他也发 但是我 都是一分为二的 所以咱们事实求是的说 这个江青 作为一个政治家 确实 但是我不懂政治 但是我官 他作为一个政治家 他活泼不到 就是冲锋县镇 冲锋县镇 好像二十年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 所以到毛主席 到有几个阶段 这我还给面毛 这个江青几个阶段 一个九大几千 说无限这个刘二七 我也不相信 刘二七 党内二位人物 他江青随随便便地 就能够立他的案 他一个人来审查他 一手摘天 那也不可能 那现在看来 那都是江青的军 都讨论 陈的这个专案组 周宗里挂帅 是吧 那个那个 这个当专案组组长 甚至这个 刘二七的案子定了以后 材料出来以后 还有这个说法吧 毛主席还要 说这个确实 材料确实不确实 你们搞得实不实 这个周宗里还太辛苦呢 周宗里还太辛苦了 所以这个事 这个很复杂 所以我跟老张说 我说这个 江青这个 翻案问题啊 现在不可能 不可能 对吧 你做做这个 教育宣传 有些材料 江青有几个 有几个文件 那个 军兵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 那个基要 那是江青 辅资 这个 搞出来的 江青文艺 里面一个讲话 为人民立新功 是吧 开始 五六七年初 这个当时我们看了 我作为学生看了 都是很 觉得没有毛病的 没有毛病的 是吧 君子之责啊 武士而敢啊 讲这个 跟您接班人啊 这些事啊 我去 假毛这些 给他的教育 很 但是江青这个人呢 确实他也有 他 但是他到 他到六九年以后啊 也不怎么就公开的路 就九大以后啊 不怎么公开 基本上就 就在公众当中啊 在公众当中啊 就再 再出来就是 批林批孔 再出来就是 批林批孔 批林批孔这件事呢 当然是毛主席 这个一个 一个 一个 部署 但是他也确实 毛主席 没有想完全 把精力放在 批林批孔 我理解啊 74年那个时候 毛主席说 文化革命已经八年 全党全军要团结 要安定团结为好 我觉得 文革派 在这一方面 就是中央的 这个 开始支持领导文化的 对毛主席这个指示 领会的不够 因为我们都在集成 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 都是普通群众 我也了解 我们集成老百姓 跟工人也接触 跟农民也接触 知识分子 我在知识分子堆里 跟知识分子接触 多数人的愿望 是要安定下来 这个国家要安定下来 要把生产发展上去 然后适当地改善生活 你看那个时候 安钢的工人都给中央写信 要求能多一点鸡蛋 多一点猪肉 对吧 东北的人 我的同学 到北京来 就要到北京来采购 是吧 拿个纸箱子 都买点鸡蛋 带回去 这个 那个时候 就是 匹林匹同志的时候 大多数的群众 群众的愿望 那您说 政治家 你必须要了解 群众的愿望 群众的情绪 不能凭你一想情愿 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所以我在学的呢 这个 当然您说 相信他有缺点 有错 我想 不然毛主席 毛主席对他的批评 你也不能说 都是 都是真的 对吧 我想有的批评 还是真的 对吧 还是真的 所以在 跟有的不同 就在哪里呢 毛主席 求他批评了江青 但是是人民内部矛盾 而且是爱护他 我要给你跌的 是令你跌 毛主席有一条园子 从园子上是带的 亲宅要年 宿宅要宽 这条园子带 但是 政治就坏了 像他的老婆 毕竟是政治就万元 你是不是 捏过了这头呢 那邓小平 是不是也 换过了这头呢 这个问题呢 可能我帮你 给不谈一样的看 这个 所以这个 党内 批评 和自我批评 党内的思想斗争 这都是正常的 我跟你讲个 明显烈子 我不是空讲 这一句话 你接应到毛主席面前去告证 说将军批评了他走后门 毛主席那个批评 行嘛 你接应该了什么 不是拿了毛主席那个批评 把自己帮他走后门 帮了当官呐 骗嘛 变了个大红旗嘛 所以 这是在典型的例子 就是毛主席 古学这是个专有的面子 带老婆你了 所以你别忘了毛主席有一句话 这句话给我影响再生 他这个呢 毛主席说过 叫做 不锈于林 封闭催止 射流 这个 射立于岸 团蔽 这个流鼻团子 对吧 这个呢 就是说 你不能水至亲 自无疑 水至亲自无疑 这个江青的思想方法上 我觉得 有片面性 行而上学的毛病 有毛病 点人的名 点的太多 点人的名 这个政治家呀 从事 不是 不是战士 这是政治家跟这个打仗 冲锋线战的战士 他不一样 不一样 这是我的一点 我对这个文化革命的最后 对吧 你把社会风气 搞的时候比毛主席好 对吧 我承认你 你把中国的国际诋毁 搞得比毛主席的时候高 我也承认你 你这些方面 你统统不如毛主席的时候 你算什么正确啊 对吧 这就算反面证明 毛主席搞完肯定是正确的 对吧 你搞 你搞了资本主义 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 安劳本没钱没好 干活的人嘛 享受不到 不干活的人 偷鸡刀把的人 有权有势的人 搞外面邪道的人 全这么飞黄腾搭起来 对吧 你这是什么社会主义 就是中国 打着共产党的气候 搞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对吧 对吧 对我 我今天比很多老东人都年轻 我的这个 今天也没那么跌宕 什么受处分了 我其实我本人 我是享受这个 改革下方好处的 我本人 对吧 我在大学工作 当教师 我是高理工科的 对吧 我有博士学位 我是教授 对吧 现在到哪儿都不说怎么样嘛 哎 人家说李教授李教授怎么样怎么样 我还吃香喝辣的 对吧 我的这个工资待遇比了工人农民要高多了 对吧 你这差远的 现在中 现在有些中文党校的教授 不 那我们不跟他们比 我因为我不是那个 我不是那个 我是说一个劳动知识分子 知道吗 我是劳动知识分子 对对对对 只不过是 搞了一点 就是那个 法权啊 我想到了一点法权而已 对吧 我也不敢说 我们出去 我也有时候为政府办点事 人家 怕我 你说坏话 有个老板 谁给我一万块钱 谁给我两万块钱 就让我给他说好话 我说这可不能办 对吧 我是代表国家来办事的 你要这样搞 我把你搞得不及格 对吧 我从门口 他要走 我从门口里把钱融出去 有的人融一次不行 就是 然后临走的时候 在我包里塞一个卡 然后说 李老师那个 我给寄给你啊 你把地址告诉我 我给你寄回去 他一看我很解决 他说李老师下次 我到北京去 你再还给我吧 你再还给我吧 对吧 你想这个腐败腐败到什么程度吧 我什么权也没有 就这么搞 你说这个社会 成了什么社会 对吧 说必须是咱们 完了 我们在座的同志 多数同志 可以说是毛主席 干的 医生干了两件事 我们在座的都是 干第二件事的亲身参加者 经历者 就是 因为解放前的革命 咱们参加上 在座的可能有的 同志参加了 就参加点吧 解放前的革命 参加了吗 解放前面参加了 那就在座的 咱们都是干第二件事的 参加者 亲身经历者 走过的这条路里 我是真心实意地走的 真心实意地信仰 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 现在问题就出在什么地方呢 出的是毛主席去世以后 马上变天了 他这个变天呢 原来说是和平演变 咱们是通过这个 改革开放 说这个和平演变 细致说起来啊 这三十多年的这个变天啊 也不完全是和平演变 而是在这个武力 在里面先行的 一开始就是搞了个政变 这个政变呢 很厉害的 搞了这个政变以后 先抓了个四人帮 说为四人帮 抓起来以后 把政权捞到手 以后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参加 跟着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人一个个抓起来都整了 判了判了刑 把右派提上来了 把右派提上来了 结果他搞的结果呢 就是搞的是党变质 国变色 社会主义江山都丢了 这是这个事情是非常清楚的 多数同志啊 一个是一开始他挣着压力很大 他控制政权 挣着压力很大 那不敢说话 好多人不敢说话 以后面越来越搞啊 他搞这条路线越来越被人民广大的群众认识了 认识了就觉醒了 觉醒啊 我根据这几年的情况 我觉醒有几个阶段 一开始啊 我就是一直在这个 这些娘一直在这个 咱们这个左派的这个队伍里边来来参与活动 开始觉醒的时候 开始就开始觉得 毛主席搞 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 这就是为好多人去接受了 是吧 因为是八戒十一中全会 那个是肯定了 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继续革命理论 否定无产阶级文化产生命 当时 多数人不谈这个事 以后的越来越多的 就认可 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 可是呢 认可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时候呢 但是呢就是啊 相当多的同志啊 就觉得对文化大革命 不应该肯定 这个还是相当多的同志 相当多的同志 因为文化大革命 搞打大墙 整了好多人 不该整的人 把所有的 打到一切啊 都都没有好干部了 等等 结果整个的 把文化大革命说 是一团糟 一直一团糟 一团糟 在继续发展了以后 慢慢的人啊 也觉醒了 文化大革命 也不是错的 它全学实事是 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理论的 伟大事件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 指导下 就必须搞文化大革命 现在回顾起来 这文化大革命 是搞得非常成功的 这是 世界上历史上 是没有过的 这事情 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是吧 任何群众运动 只要发动群众运动 也许缺点毛病 是缺不了的 这群众运动啊 它就有 它就毛病是有的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 它确实是按照 毛主席的那个 无产阶级专政 进行革命的理论 毛头抓住 投资派 是吧 网修返修 公共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问题是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 是这个目的达到了 达到了 是吧 是按照这个理论 去搞的 应该正确的 以后呢 越来越好多人啊 就是肯定这个问题 肯定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最多了 再往前发展啊 又迈过来 这步就迈不过去了 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革命的理论可以肯定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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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肯定 但是 私人帮 不能发展 你要说 江春怎么好 说张春桥怎么好 绝对不允许 现在情况是这个情况 我早上我说了 我早上我说了 现在最近这么了 因为是正好是纪念 毛主席 在江青一百周年的时候 这个东方空网站呢 就发了好多纪念 江青的文章 结果从星期一开始 那么今天是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有一篇是给你删一篇 有一篇给你删一篇 星期一 以下的通知就 我们删了十一篇 都是江青的 也就是这个事情 这是上边 上边是一个 可以开出上边的态度 这个你踢不得 不能踢四人王 不能踢 尤其不能踢江青 张春桥 等等 是吧 这个态度是非常清楚的 还有两篇的 有两篇 但是这个态度 是非常清楚的 说现在情况 这就说明了 咱们这个 这是政府的态度 可群众里也有些 也觉得是 不应该 为江青 张春桥这个是 发难 不应该是 是吧 说他的好话 就是这 现在情况 我想这个是 这个情况啊 那咱们今天 在举行这个纪念会 这说明咱们 是吗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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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咱们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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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真正坚持 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就应该 应该 不但肯定 不但肯定 无产界 无产界打革命 而且还要 能够对这些 直接有关的人 特别是 四人帮这个 外纳一定要 翻 对江青 一定要肯定 现在是必须这样的 我认为这个事情啊 今天来纪念 这个江青 同志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这也是标志着 我们左派队伍 一个心理觉醒 心理觉醒 我们应该很好的 能够在广大的群众中 宣传 扩大宣传 扩大宣传 是吧 因为这个江青 江青 张春桥等着 等同志啊 咱们现在事实求是 回过头来反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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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一下的话 毛主席 提出来的 无产阶级专政一下 这句革命的理论 和有关 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谁领会的最正确 谁执行的最坚决 现在会会可以考虑考虑吧 那不就是江青同志 张春桥同志吗 绝不是那些 所谓的老帅们 绝不是那些 所谓的这个老革命 老革命家们 他们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 障碍 是吧 有点批判 他的态度 当时我们就看清楚了 这个不是现在看清楚 当时就看清楚了 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他是知道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 知道的一些障碍 都是这些人知道的 这个谁 云香同志 这个专门 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 其实写了 那个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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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一些老帅的表象 那就是 全是这样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样的 刚刚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头 一开始 发 发败了号召以后 毛泽西是到南方去巡视了 在这家里 搞了个五十天 那谁搞的 那不是 刘少新 邓小平 他们搞的吗 是不是很清楚吗 是吧 还是以后 每一步 你考虑考虑 文化大革命的 每一步的 那个乱象 乱象 都不是 毛泽西 沿着毛泽西 执行毛泽西路线的人 知道的 而是这些人 这些走资派 通过各种手段 和方法 来把这个 制造困难 反对文化大革命 这不是事实是这样的 是事实是这样的 现在又 现在发展 发展的今天 看来 他不但是 是毛主席 革命路线的 坚定的支持者 而且他从思想上 是信仰 社会主义 维护共产党 维护社会主义的人 现在呢 他们 你说是 他们说是 翻个头来说是 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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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 他们 他们 创党 他们反对 社会主义 这 反对社会主义 你看看这 得搞成 社会主义的是 他们呀 是吧 现在是 社会主义 难道是 难道是 这个 四人 说明 四人帮 搞的吗 而是 他是抓了 四人帮 他自己搞的 这个社会 这个自卫主义 扶贫 自卫主义 他要不抓的话 他扶贫不了了 扶贫不了了 说这个事实 已经做了证明 事实 已经做了证明 说是 现在 我说的 这个事实 应该 有了这个 三十多年的 三十四年了 三十五年的 改革开放了 现在我们 应该 对这个问题 也翻过头了 过去 这也是 不太清楚了 现在应该 结合事件 结合毛主席的理论 对过去的历史 应该 重新认识 让更多的群众 清醒过来 清醒过来 是这么一个问题 我就说这些吧 我是学农民的 十五岁 周五岁 十六岁 初中毕业 我当农民 五八年大学 我白干一年 为什么呢 供与制 我挣了 三千五百来本 白挣了 就到处吃饭 不要钱 帮了我参加 工作了 当民办教员 挣公分 还是挣公分 我当了 一年 将近两年的农民 六八年 我接受 平下中 再教育 又当了 十个月的农民 都不想归队了 十个月 我挣了三千多块 白挣了 不参加农民分配 我回归队了 我这个农民当的 我到现在不后悔 没有我这个生活 我写不了农民的作品 那是一笔财富啊 在汉郸 他们听我讲 就搞文学讲座 我举几个例子 我说刨粪怎么刨 我写花天后度 刨粪怎么刨 刨粪那大早 十何几斤啊 你拎起来都很难啊 那东北 那个粪都一样 赶赶赶的那个次赶赶的 跑去吃一个白印 你怎么跑呢 你得会跑 不是生跑 跑那就是个 就是个 积田米似的 你怎么办 你想办法振 振个问出来之后 一变 变了一大块 怎么跑呢 他农民不会说 我会说 我学过物理呀 那就是 毕重和 立 是不是 举刀签 你拿着这个 好这举 就不费劲了 对啊 你把手撸回来 立地藏了 夹中的 这是窍门 阳长 怎么阳 你不会阳一阳一团着 会阳怎么阳的 把仙 写着 一阳撒出一条 除去一条线 落下了一大片 这没有农民的生活能写出来吗 我就不相信 莫言 他写什么样 你看这德诺贝尔姐 他写他妈污蔑中国人的 你看呢 对他的东西 我就看了一篇 我在县里面搞文学辅导 我就看了一篇 红高粱 我之后就知道 我再就不看他了 你看这位 德诺贝尔姐 那个讲了之后 有什么风雨飞吞了 有什么蛙什么 又讲了 全是那套烂事 他就能得奖了 得什么奖呢 他就要奖了 他污蔑中国人呐 人家外国就需要这个呀 往那里得奖了 你李昌春还怎么去接见他呢 那多那么容易讲的 多了 刘晓波 打赖 都和平讲了 能不能不接待你 我说这个啥意思呢 不是走题 因为我历史搞文学 毛主席 文艺座谈会 五二三讲话 我那领导在那里会长 年年讲话 我就去的是前年 我没去 他说你也写篇稿的 我写篇稿的 他会带读的 今天发来问他说 我为啥告诉他呢 我四十分就要回去 我大外说你要结婚 所以他老爷子回去 我回去了五十分就不回来了 他说今天不搞了 不搞了我就省心了 为什么对江青感兴趣呢 江青是从事文艺工作的 那是个文艺家呀 如果不为毛主席牺牲的话 他那个名吗 赐于白羊吗 赐于那个 那叫什么 还有结果说话的名字 我现在就有时候就 这脑梗就有时候 黄东英啊 还有一个就叫那个 叫谁 三文运柱啊 是不是 他肯定比他们强啊 另外他这个 代表毛主席 搞的部队唯一 共同处团会记要的 那毛主席都修改的 这两个讲话精神 一直在 作为我一个 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武器 我始终遵循着这个 今天 对了 你让我来了 我怎么得来 但是我真担心 我儿女还不让我来 老伴也不让来 你不做这个 给你留个房子 让你把老伴带来 老伴说我可不去 你自己去就得了 我说你有这句话行 你允许我去就行了 他有迷惑病 他说这不要紧 我做二位赶回去了 赶回那个反锁了 把那个反锁锁上来 我带钥匙怎么也开不开了 十年半到家 后来到不得把他敲醒了 我今天问我回不回来 我说今天不一定 你做两手打算 意思你就变 反锁门 我回去能开 下面就讲江青 我以为江青是五大贡献 咱们看了一个人的历史 你看看他的一生 看他的一生 当然知道他是从华南兵开始 不知道 以前那段 光州毛泽区有个妻子 究竟姓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样都不知道 所以我以为江青有五大贡献 这个 第一个贡献就是 他牺牲了本人的专业 弥补了毛主席的感情的空穴 毛主席也是人哪 特殊跟他 主气一下子走了不回来了 毛主席那是多大事 不到五十岁吧 四十多事 是个什么时期 咱们都是过来人 是不是啊 没到咱们现在这个程度吧 功能都不行了吧 生活的需要 可能在四十多事 四十多事吧 他见过才五十多事 工作人员需要 他义无反顾的去 靠到毛主席身边 给毛主席做什么呢 开始做夫人 开始不同意 不都去常委讨论那边 同意他了 就做个生活秘书 就是生活秘书 是不是啊 扶持他生活 扶持他个人生活 完了这个 给他操操歇歇歇 这是一个阶段 第二个的是给毛主席传达生意 就是到文化大病期间 有好多人说啊 哎呀毛主席啊 错就错了 老婆身边缘的 不让他出露面 不让他参加社会活动 就没事了 毛主席在什么情况下 把他打发出来了 就没人 但是提醒你今天 这两个住手都没有了 哈哈哈哈 那我要七十多岁 我比他大好几岁 我都怕安全 他是 他不敢不便宜找人 那找那个小同志 我不知道你怎么找的 他觉得他怎么找那个 那是从山东掉了 是不是 非常可靠啊 哈哈哈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出去传达毛主席的声音 这不就露面了吗 第3个是啥呢 第2个是这个 第2个是整理那个什么 整理那个毛主席出稿文件 这就是超出了妻子的翻口了 第3个传达毛主席的声音 第4个是冲锋先登 这不是给老邓开火了吗 所以就把老邓就得得上 他很难哪 毛主席一旦让他团结人 团结人 他团结互联合 这边说团结人好团结 说你要团结人 你要团结人 话是好说 怎么团结 有的人他就不想让你团结 他就跟你离心离德 那邓小平好团结吗 谁能把他团结过来 到时候装聋作养 刘少奇也没把他团结过来 刘少奇团结过来了吗 为什么留言 写了一篇文章 邓小平把他出卖了 大家看不看到一篇文章 刘少奇他们 现在可以说密谋了 主席上来访了 他们就想把毛主席废错 就准备开个中央政治局会议 就不选择了 毛主席那么推二线了吗 他就以为 刘少奇就以为 邓小平他俩就得罢了 这个事总理都同意了 我们总理干了好去委屈的事 这人是好人 不知道他怎么想 就包括给毛主席按切成器 他都同意了 给毛主席身边 毛主席请示按切成器 这事怎么知道不 也是晚上 总理就同意了 刘少平怎么想的 变光子了 不干了 林郑脱潮了 把这个事告诉毛主席 所以这个 这个刘元始终记着这个事 他把刘少奇出卖了 毛主席可能就以为这些事 还把他跟刘少奇不一样 老要分化瓦解他 毛主席最大的失败 我因为就是太感情勇士了 他就记住一个毛的武线 就记着他弟弟受委屈了 挨打击了 其中有邓小平 结果 他看人不准吗 不准他说永不翻 永不翻 靠不住的 看准了 但是留情了 我就因为你就没 说迫害也好怎么也好 怎么就没把他迫害死 迫害死不就妥了吗 我对朝鲜 我出行朝鲜 我不能说咱们都成了啥呀 不能说访问朝鲜 也不能说参观朝鲜 我那个出行朝鲜 网上有 朝鲜现在那个 那个那个制度 有点细 四十一字 我是不赞成的 但是我到朝鲜一看 人家不变 始终 金正日的那个医院没变 金正日的医院没变 到现在都带着主席 金正日的医院 金正日死了之后 带两个向上 人家的五大福利呀 我那网上有 说今天不讲他 但主要是纪念江青 我就说 毛泽西如果这么干的话 不也就不变了吗 交给江青也好 交给毛也行也好 都不能变 能变吗 但是毛泽西不是搞封建王朝啊 他非得要把权力交给人民群众啊 交给人民群众的代表啊 那今天旁边那个那个那个谁那个 说三医生哥有会那个 不得你呀 在那儿闹说遗憾了 如果要不变天呢 这个人都能上中央去 毛泽西非常注重工农干部啊 你这个情况 干到省不及了 省富不及了 如果要接着干 要到现在你这事什么叫什么 很难说呀 那咋的 五位闲那是了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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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為她,作為一個女人來講,在那種情況下,對她,包括現在那個李娜,妳看她怎麼活的?不容易呀,她採取這個辦法,主席呀,我來了,她完成了毛主席的學生,妻子不算了,學生戰友,無殘階之一戰士的偉大形象,完成了,給咱們後人留下了一個什麼呢?一筆精神財富, 也是咱們中華民族應該有的財富,人生自古,誰無死了,留起擔心召喊去,咱們不是她那種擔心召喊的,感召的嗎?什麼幹啥呀?擔心受怕的,還生怕什麼,來個黑狗子,來來來,跟我們走一趟,把身份證拿來,記號,妳就成了監控人員了。 郭西來,在長沙,不是在那個那個,濟南公審前,貴,貴,貴良有,貴林有一幫同志,也是咱們左派,千里迢迢去,聽公審,結果,都被傳去了,都被登記了,回去都被監控了,嗯,什麼事啊? 所以我說這個呢,我說他的幾大貢獻,下面我這個從網上呢,看到一篇文章,這個文章,寫這個人呢,我看他的整個論調吧,他不是左派,他只能說是一個,熱愛毛主席的,傾向於江青的,但是這裡面還有,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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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一个极其重大的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这些走资派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今天在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今天在纪念江青同志诞生的时候 江青同志身上的污水给洗清了 如果我们在群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简单的通修 他主动作——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主动地要求我给他留下联系方式 以后关于毛主席的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 他说我有很多需要向你请教 因为我用很多具体事实 我取得胜利 我说不是靠我 我靠的是什么呢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这样的话 这位学生对我的印象是不错 这也就是说 这里面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了我们广大的毛派同志 做群众工作的责任很重大 但是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 一定要让群众比较容易 比较喜欢接受的方法 当我们毛派有了自己这些坚定的核心团队 又有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同志说的 我们革命胜利的时间 就更近了 因为没有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共产党是不可能胜利的 共产党就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 那么共产党不和广大人民群众 保持密切联系 走群众路线 共产党的胜利 那就是空话 再次的感谢 能够跟这么多的老前辈 老师 有在一起共同学习的机会 表示感谢 对于江青 我是可以说从小很敬佩的 虽然我是60后 我对这个国家整正的这个清醒 就是在审判持人帮的时候 电视的时候 我流过泪 从那以后我就下决心 我再次的通都好好的把握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我也不能说专联吧 我从那时候就开始 那这个国 那这个民 在思考 在担忧 果然毛泽东说得很准 真的就伏辟了 我就这样 奔奔欲的走了这么几年 我今天还不想多说 我说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对江青的 这个历史性的 这个谎言的 这个无耻的审判 这是考验一个人的人性 和人格的这个 这个的标准 如果 这个三十年改革开放的 政治理论基础 见识到这个沙漠的基础上 我想它是搞不下去的 而且实际上 他们也搞不下去 辅助的话 他们不会说是壮实断乱 也不可能 发表那么一个政治的家 在那种场合下 说这种 下里巴语言去 所以说 我们一个新的一代 毛泽共产党人呢 要继承 江青同志那种革命的精神 发扬他 引用无畏的战斗精神 为我们中华民主 为我们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 的真正的得到解放 我们应该 让他的精神 继承他的意志 完成毛泽 给我们留下的遗愿 好 我就简单说了 谢谢大家 那就是在我们 我因为在厂里工作比较多了 我那个登了那个 在厂里做那个厂仪 做了大概有着十五六年了吧 比较接触那个工厂的那个工人 对工人那个诉求比较了解 就是现在那小青年不了解 对吧 好多那个白领了 总会认为文革 因为我们那个 三十多年来的那个改革开放 他的教育就是说文革不好 好缺了什么东西 对吧 那么就是 其实 我们现在那个直面 那个现在那个 改革开放38年来的 那个直面那个现实 我就觉得 就是 我们看到就是 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 我认为是倒退的吧 因为我现在是管那个销售 管我有一个部门是我管的 那一些那个小青年 因为受我的感染了 他们觉得就是 我经常接触我们上海的左派 听他们的讲话 就是我把一些那个图片资料 或者隐私的东西 我给他们看 他们觉得很有道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共产就 我就讲我们现实的东西 那改革开放以后 就是那个搞那个厂厂护捨置的时候 好多工人都来问我 说厂厂说 要我什么地方来 回什么地方去 他说我很害怕 对吧 那么工人机器 我跟那个以前那个 一些比我年轻的同志说 我说我们工人以前是个宝爱 我经常的时候 如果就是我们有什么地方 做了不对的时候 那思想有情绪 我说那个党委说 就叫找我们谈话 那个时候说了难听话 上海身上都不能开除一个折功 就是 我就是简单的说一下 好吗 谢谢各位老同志 这个时间有限 这个河南的同志 稍等一下 这个是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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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